大家好 歡迎收看 現在介紹亞信電子所推出 AS22001 遷入式 Wi-Fi 單晶片 在 Wi-Fi Speaker 的應用 畫面中間即為今天所介紹的 Wi-Fi Speaker Demo Board 首先介紹一下亞信電子 Wi-Fi Speaker 運作在 IPSS Mall 的一個架設環境 這個 Demo 包括了四個裝置 第一個是亞信電子的 Wi-Fi Speaker Demo Board 第二個是喇叭 第三個是 PC 第四個是 iPhone 主要的 Wi-Fi Speaker Demo 步驟包括兩個 第一個是先讓 PC 與 Wi-Fi Speaker Demo Board 取得 Wi-Fi 連線 第二個是讓 iPhone 與 PC 取得連線 之後 iPhone 就可以用 App Store 下載的 Remote 軟體 當作是一個遙控器 來控制 PC 上面 iTunes 的音樂 這個音樂就會由 Wi-Fi 輸出到我們的 Wi-Fi Speaker 然後我們再由 Line Up 推動傳統的喇叭 在亞信電子所提供的 Wi-Fi Speaker Development Key 當中 有一片光碟片 執行這個壓縮檔 點選這個目錄 接著點選這個目錄 當中有一個 Virtual Audio Device Driver 的目錄 點選它 本展示系統採用 32 位元 Win 7 選擇 32 Bit 再來執行 Install 32 的執行檔 接著連上電源線 連上喇叭的音源線 開啟電源 接著我們要讓 PC 與 Wi-Fi Speaker 取得連線 我們可以利用畫面左下角 雅信電子所提供的 Audio Speaker Manager 來進行 PC 聲音的輸出切換 點選 VAD Manager 顯示目前 PC 是由內建的 Serious Logic 晶片 輸出聲音 一旦 PC 與 Wi-Fi Speaker 取得連線 VAD Manager 會自動將聲音輸出改由 Wi-Fi 我們可以利用 PC 內建的 Size Survey 軟體 來進行 Wi-Fi 連線 選擇 SSID 為 Wi-Fi Speaker 進行連線 一旦連線成功 VAD Manager 會自動將聲音輸出改由 Wi-Fi 也就是雅信電子的 Virtual Audio Device 畫面中間還可以顯示連線成功的 Wi-Fi Speaker IP 位置 VAD Manager 除了會將聲音切換由 Wi-Fi 輸出之外 一旦使用者將 Wi-Fi Speaker 關閉 VAD Manager 還會自動將聲音切為 原來內建的 Serious Logic 晶片輸出聲音 Apple 為了推廣 AirPlay 已經在 App Store 上提供 iPhone 使用者 下載簡單好用的免費軟體 Remote 在 PC 上的 iTunes 我們可以進行 Remote 下載 選擇 iTunes Store 在右上角的欄位 我們可以輸入 Remote 進行搜尋 畫面顯示第一個軟體 即為 iPhone 的 Remote 軟體 接著我們要讓 iPhone 與 PC 取得 Wi-Fi 連線 選擇設定 點選 Wi-Fi 開啟 Wi-Fi 功能 接著要讓 iPhone 透過 Wi-Fi 搜尋附近的 PC 點選 Remote 軟體 點選新增 iTunes 資料庫 稍後必須要在 PC 上的 iTunes 輸入此密碼 接著在 PC 上的 iTunes 左側 可以注意到剛剛新增一個 iPhone 裝置 點選 iPhone 輸入剛剛要求的密碼 6599 即完成 iPhone 與 PC 之間 Wi-Fi 的連線 一旦完成 iPhone 與 PC 的 Wi-Fi 連線之後 我們點選 Remote 軟體 就可以去遙控 iTunes 上面的音樂 播放 我們也可以用不同的選擇方式 比如說演出者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專輯 然後選擇這個專輯底下的這首歌 謝謝各位收看 如意了解 AS 22001 產品詳細資訊 請上本公司網站查詢 或與業務人員聯繫 請詞的文章 如意